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 晚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春吃干 健康一整年 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天调养好身体 可以为一年打好基础 药补不如食补 日常饮食对于我们身体健康 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 春食干 皮平安 并不沾 意思很简单 春天多吃一些干味的食物 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这里的干可不是说要吃甜食 是指春天要多吃一点 干性味的食物 中医认为春季与义务脏中的 肝脏相对应 容易肝气过剩 对脾胃产生不良影响 妨碍了食物正常的消化吸收 《千经方》中说 当春之时 适宜省酸增肝 移养脾气 肝胃食物能够补益人体的脾胃脂气 脾胃养好了 又辅助于肝气 帮助治养肝脾 以此相反 孙胃食物入肝 具有收敛的性质 脾胃食是不利于春天氧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血 还会使本来就偏旺的肝气更旺 这也是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 春季容易复发的原因之一 那么春天可以吃哪些肝胃的食物呢 1.莲子和山药 山药是提倡多肝扫酸的春季饮食原则下的绝佳的选择 山药具有肝胃 能够健脾补气 补肺和肾脏 经常食用可以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增强巨细细胞的吞吸作用 及时消灭入侵体内的细菌病毒 以春季容易受凉脾胃虚寒的人来说 经常的食用山药可以增强肠道的消化能力 沥湿止泻 平时容易多汗 反复感冒的气虚患者在春季 更应该的格外注意适量的增加山药的摄入量 山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不用担心吃错 就好像吃大米小麦一样平和 却又特别的能够补虚 《文龙本草经》里面把它列为上品 可以尝试 里面记载 山药补中意气地长肌肉 久福耳目聪明 先的山药东春之交吃 平补圣经 稳固皮肾的脑底 这里有一个强症气的方指 极为简单 山药100克以桂圆柚3-5个 一起在养生糊里面煮20分钟 煮软后的山药也可以一起吃 一点也不浪费 莲子则具有补益脾胃 养性安神的作用 适合食欲不振 疲乏倦怠的人来进行调养 你可以尝试制作莲子芡石膏 将芡石大米莲子糯米粉红枣白糖和红糖混合搅拌后蒸制而成 2.南瓜和小米 南瓜和小米这两种非常适合春天食用的甘味食物 南瓜性温味干 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 而且南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散湿纤维、多糖等的成分 南瓜除了口感吃起来比较细腻香甜 它还富含果胶和纤维素 能够促进肠道的游动 起到通便的作用 而且南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和β胡萝卜素 也能够起到促进肌体新陈代谢的作用 同时也能够起到抗氧化的效果 可以延缓衰老 因此春天吃南瓜也是有养颜免庸的好处的 另外春天是昼夜气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若不注意的保暖以及自身的免疫力较差 也是很容易诱发感冒 而南瓜中的氨基酸含量丰富 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多吃南瓜也能够为肌体提供能量 另外南瓜富含β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也有助于保护眼睛的健康 预防眼部的疾病 总之春天使用南瓜有助于补充营养 促进消化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保护眼睛健康和控制血糖 对身体健康有益 春天到了 小米就是一种不错的粗粮 众所周知 外点小米粥可以养胃安神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 春天常吃小米可以保护心脏 护血管 降血压 小米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氨基酸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营养价值较高 一般粗粮中不含有的胡萝卜素 而小米每100克含量达到0.12毫克 维生素B1的含量 位居所有的粮食之受 小米还富含美 有助于调节人的心脏活动 预防心脏病 小米南瓜粥的做法 原料小米30克 南瓜50克 做法 南瓜去皮切块 小米洗净后用清水浸泡20分钟 然后将准备好的小米和南瓜 倒入到电饭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煮上30分钟即可 春天多吃小米南瓜粥 可以健脾和胃 解春兆 除湿安眠 还可以通便 保护心脏 三 红枣和黑芝麻 红枣被誉为是天然的维生素丸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多种的矿物质 具有补充益气 养血 安神的功效 在中医的理论中 介继维生素C和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红枣可以通过补充体内的气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从而改善 从而改善脏脏肥虚 中气不足 卷带无力等的症状 黑芝麻 黑芝麻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同时也可以作为食物 胃肝 能够补肝脏和肾脏 治疗体内的精血 滋润干燥的肠道 解污发和保护血管的作用 对于初春时节的寒暖交替 使用一些黑芝麻 可以滋补身体 以防疾病 你可以尝试制作一道福正粥 将糙米、红豆、薏米煮熟后 加入到洗净去皮的山药 去糊的大枣和碾碎的黑芝麻 一同熬煮至远烂即可食用 春天是以食用性温胃干的食物 如骨类、糯米、黑米、高粮以及燕麦 蔬果、南瓜、扁豆、红枣、桂圆、核桃、核桃、核桃 以及一些幼类和鱼类 牛肉、猪肚、鲸鱼、花鲤、鲁鱼、草鱼等 这些食物具有干温补气的作用 可以为人体提供大量的营养 滋养干皮 另外春季还适宜使用一些 具有清热去火 滋养肝脏的干味食物 例如 芹菜、菠菜、芹菜、茄子、芽苗菜、蘑菇等的食物 具有良性和干味 可以清热润干 明目养肝 在选择干味食物时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来进行选择 无论是自制的食物 还是市场上现成的福味膏 都可以满足我们对干味食物的需求 只要我们在春季多食用这些干味的食物 就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和脾胃的舒适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